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分布积分法 Integration by parts 要使用分布积分法来解题目的话呢 首先一定要先熟悉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我们的话呢是 UDV的积分是等于UV减掉积分VDU 这个一定要熟练 不然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试用这个公式了 那么要各位同学熟练 我稍微把这个公式的原理先介绍一下 现在的话呢我们来想想看 这是一个U乘上V 这是一个函数U跟函数V的相乘 如果我们是将它做一个微分 各位同学的话呢来回忆一下 我们微分两个相乘是怎么微分的 是前面为后面不为加上前面不为后面为 也就是轮流为分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就可以写成 前面为后面不为加上前面不为后面为 好这个算是我们写出来了之后 我们两边一起积分 来积分 我们做了一个积分的动作 可以怎么做呢 积分 积分的话呢这个机方是加减号的话呢通通都分开来 所以是UDV加上积分VDU 好再来看 微分以及积分 我们的话呢可以看作是一个把它抵消掉了 因为先微分后积分 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U乘上V是等于 右边照抄 UDV加上积分VDU 好 再过来我们做一个移向 这个右边的这个我们就保留着 我们把它框起来 这是保留着 把这个移过去 那就要变成了一个负号 来我写下来 所以我们得到了是UDV等于 这边照抄 UV减掉积分VDU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公式的导出 UDV等于UV减掉积分VDU 那么我们介绍了这个公式之后 下面我们将要找一个例题 让各位同学来练习 来我来先介绍这个例题 这例题的话呢 分布积分法原则上的话呢 是专门对付两个相乘的 那么我们先把公式先列给各位同学 怕同学忘记 积分UDV等于UV 减掉积分VDU 好 我们把公式先列在这边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怎么做呢 这个是我们要套用这个公式 我们的话呢 怎么假设 我们的话呢 另 看啊 我们的话呢 要把它UDV 要整个套用在上面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另 U叫做 这个或这个 我们挑这个好了 X 那么剩下我们就没有选择了 我们DV就是 我们DV就是 后面全部 Cosin X DX 那么我们现在下一步要做什么呢 下一步左边要为分 为何要为分 是因为这边的话呢 公式里面有一个DU 我们需要DU 再过来 右边这个我们来一个积分 这边的积分 这样简单 为什么呢 这样的积分这样看起来 左边这两个要准备对销 所以的话呢 V是多少 Cosin的积分就是 Side X 好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们把它框起来 因为它可以不列在我们的算式之中 我们直接等于 等于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已经设这个为叫做U了 这叫做DV了 现在我们就继续等于UV UV在哪里呢 U在这里 V在这边 UV 那就是 X乘上 Sine X 减掉积分 VDU V在这边 Sine X V是Sine X DU DU就是DX 于是这个题目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难题换成了一个简单题 继续写下去 答案就可以算出来了 等于X乘上Sine X 减掉 各位同学的话呢 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加号 Sine的积分是 负Cosine 所以这边就写一个 Cosine X 加上C 那这样的题目 各位同学的话呢 看一下是不是蛮麻烦的呢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做呢 其实是有的 因为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 变数变换法的地方 有一些技巧 来 我们把这个题目 我重抄一次 让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题目叫做 X乘上Cosine X 那么我们教各位同学 这个地方的过程 看起来好麻烦哦 可不可以不要写呢 可以 我们直接把这个地方合并 Cosine X 就是 D Sine X 写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哦 我们这样子就可以符合了 UDV 那么就可以直接写了 等于什么 UV UV 减调积分 VDU 直接的话呢 写出来 你看看我们这样的写法 是不是 但是这个算式都不要写了 就可以直接得到一样的算式了 于是答案的话呢 就可以写出来 X Sine X 减调 这个地方的话呢 变成了负负得正 Cosine X 再加上 C 那么我们用了两个方法 解决了这个例题 我们再来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的话呢 Nature Log 它的积分 这个题目的话呢 告诉各位同学 我们如果没有用分布积分法 真的是要算它非常的困难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来 我们现在先把我们原来的公式 先列给各位同学看 积分 U D V 等于U 乘上V 减调积分 V D U 好 我们现在来看 一个题目 我们要套用这个公式 我们就 现在就准备怎么套呢 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是相成了 它没有 刚刚好 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U 这个就是V UDV 来 我们就直接念出来 UDV等于UV 两个相成 X乘上Nature Log 减调积分 积分什么呢 V D U 各位同学的话呢 颠倒过来就变成了 V D U 是X D Nature Log 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地方不要怕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很简单哦 各位同学想想看 Nature Log LN X的微分是什么 它是X分之一 是不是 还记得 我们乘过去 D Nature Log 是不是就是所谓的 X分之一乘上DX 这个很重要哦 来 我们把它套进去 于是这个题目变成了 X乘上Nature Log 减调积分 X保留 DLNX就是 X分之一乘上DX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两个相乘 刚好就是1 那么1的话呢 X对1积分 那就是 减调 1的积分 就是X 加上C 那么分布积分法的话呢 我们使用了分布积分法 对付了这个题目 那么我们也顺便跟各位同学说 这分布积分法 这个U跟V是怎么假设 必须要 我们要有很多的解题经验 累积了解题经验之后 我们才不会做错 那如果说的话呢 经验不足的话呢 可能会因为设U跟V 设的颠倒 而造成的话呢 答案的话呢 题目啊 是越做越难 那么我们就要停止 再把它换过来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分布积分法